中国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在13号发文称 近年来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或者是基金会 打着项目调查研究生态治理保护的旗号 却在非法采集和窃取中国重要的自然保护区的地理气象 生物等敏感数据给国家安全带来了风险隐患 文章称一名自称X国教授的境外人员 在本地人的带领下 在中国某国家及湿地保护区临场等地 安装了多个所谓用于考察生态环境的仪器设备 建立多处小型观测试验场 非法大量采集的中国重要自然保护区地理 气象 生物等敏感数据 国家安全机关根据线索 会同有关部门迅速开展工作 及时制止非法活动 X国教授对其以学术合作为掩护 搜集窃取数据的事实公认不会 事案人员已被依法进行处理 国安部还公布 一所外国高校的境外非政府组织支持下 与中国西南地区某国家及自然保护区科研管理单位 开展所谓自然生态领域科研项目合作 并采取利益拉拢 色情引诱等方式 将中方人员拉拢下水 非法窃取中国自然保护区各类敏感数据 通过违规在中国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 安装气象站 布设红外相机设备 开展GPS测绘 窃取涉明电脑资料等方式 获取中国重要自然保护区大量地理 气象 生物等敏感数据及图片资料 并向境外传输 对中国生态安全造成严重危害 国安部提醒指出 个别生态环境领域企事业单位 在收集 存储 处理 本地生态环境相关数据过程中 存在一定失泄密风险隐患 系统存在后门漏洞 成为境外敌对势力 窃取中国敏感生命数据的重要攻击目标 给中国生态安全带来隐患 如发现非法采集生态环境数据 司机破坏生态环境的线索 以及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可疑情况 可通过网络及电话举报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